雄大你還在嗎? 你們不是去紐交所敲鐘嗎? 是啊,日日陪著大家的LINE 星期四晚正式在紐交所上市 星期五再在東京掛牌 集資約100億 今次LINE招股反應熱烈 最後還提高了招股價 LINE主要集中在台灣、日本、泰國和印尼 活躍用戶達到2.2億 上市後市值535億 不過就比WhatsApp和微信差一點 LINE這次為慶祝上市 還向用戶送免費Stickers 說實話,公司去年只賣Stickers 就已經收成21億 券商富瑞指 LINE在日本移動廣告上幾乎有壟斷地位 建議買入 目標價還比招股價高27% 就算對方明星期五 Snap 摸上去